大家好,今天是12月5日,星期日 现在又是凌晨 今天的中国民心、香港民心 一定是说回最新的新闻 就是昨天曾俊华司长上了电台做访问 打了绿色的胎 主持人认为他不理中央如何 他都当绿灯照去,他就笑 我本身对曾俊华没有偏见 但我自己觉得曾俊华如果做特首 即是未来这届特首 就真的不是香港之福 很多人赞成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民望高 比梁振英高出他多 梁振英在这届里的民望都保持低 我想讨论一下几点 也几多,下面有7点 曾俊华的民望都高 那时候 是在哪个机构做的呢 对不对 第二样东西就是民望里面问些什么 第三样东西就是 民望为什么会高呢 民望是什么 对不对 很多人说曾俊华民望高 曾俊华 我觉得曾俊华 他跟曾俊华差不多 八个字说完了 即是那些陰谋论我们不说 即是 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很明显的 即是我们看到 即是有一次 最近那次政府出了三辣招 加这个印花水 他 做完这个技招 那两天在网站上说 加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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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加 你是财政司 对不对 你是财政司 不是特首做 对不对 加得对 你不做 事后你才来抽水 对不对 我不想只用一件事 曾俊华做得不好 但问题就是 我觉得 那个点应该是他做的 而不是由特首去做 那需要找你 不就是特首做就行了 不就像袁国强那样 喂 司法复核这个是理律政司去做的 要特首 为什么特首用行政 的手段去干预立法呢 因为袁国强不会做 对不对 他怎么会做呢 你找枪指着他都不做 搞那么多做什么 我觉得他应该挺憎梁振英 因为梁振英搞那么多 不做就行了 是立法会乱关我 什么事 对不对 我律政司 这么烦 大家看到 他现在说说 佔领行动的行动 还没有事 他都快要赦任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 袁国强和曾俊华 甚至是林鄭月娥 这句都是对的 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还有我要反驳曾俊华说一句说话 如果他可以做这个位置 做十多年都很好 我可以告诉你 很多政府的高官都很好 做二十多年都有 第三个就是 商界政界 黑白两道 他都长袖羡慕 为什么 因为他不会得罪人 对不对 他怎么会得罪人 谁得罪人 梁振英就是得罪人 对不对 喂 你叫我打击地产 我不会打击 那些地产商我一定喜欢他的 对不对 试过几十年 喂 政界的 这么多事情做什么 对不对 说两句话就算了 对不对 为什么真的要做 黄州事件 他直接不理 你看看 梁振英跟他说的时候 他在旁边也不出声 他也不会做 对不对 他怎么会去做 那你一定长袖羡慕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你正在助长那些歪风 对不对 那你的文望不就高 对不对 那些人支持他 那些人 大家听着 面对传媒 就是四个字 每个人都是 大部分都是 无可奉告 那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我无可奉告 对不对 最不害怕是什么 最不害怕就是小舌民 怕什么 对不对 喂 那个财政业书案做错了 每次都报销 那又怎么办 对不对 你咬我 你是小舌民 你做到什么 你可以 你可以 投诉我 你可以施负荣我 你有钱吗 对不对 所以他根本就不怕你的事物 因为你们做不到事 就当你唱歌 对不对 最紧要奉承的 就是那些商界政界 不是我们的小舌民 对不对 你做到什么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现在叫他搞令会 他也免得回答你 对不对 令什么会 关我什么事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们的买东西贵 我大把钱 对不对 占领行动走出来 强烈谴责 表示极度遗憾 解决到问题吗 这些 对不对 当时曾蔭权出来 杜瓦协 解决到问题吗 立法会就扔东西 对不对 留假就高企 这些字是废的 我们要真干 就是真的要做事 不是说这些废话 对不对 但有一件事很奇怪 我问过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的记忆 十几年来 是见不到曾俊华 有任何可以说出来的功绩 没有 派6000元不是他派的 爷爷叫派的 他不想派的 吵了很久也不想派的 说了100年 你这个财政计算案次都错 他就跟你说 这些东西有高有低 连连都这么说 你连连都错到这样不行 对不对 派堂就不会派的 永远都是 那些商家 当然他也有做一些东西 给中产的 对不对 但是一件事就是 这是你的工作 你不能夭攻 这是你本身应该要做的事 对不对 虽然我们看不到公职 但是他民望很高 没有公职 民望都高 为什么 对不对 因为一件事嘛 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他又没有得罪这个人 又没有和政党反面 又没有和商界反面 又没有和任何人反面 民望就高 对不对 但是问题 那就是没有做事 对不对 我自己觉得 他自己说 他自己说 特首 他现在要出来为香港发声 解决香港的撕裂问题 我想说一说 特首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呢 是不是解决香港的撕裂问题 根本这句就是废话 撕裂问题你可以解决到吗 你解决不到的 撕裂问题 因为香港的撕裂问题 是背后 是有政治目的的 大家都是为国议席 大家都是看哪个党的当家 后面有金主的 这个问题 你只要和中央沟通 是由阿爷去解决的 不是你去解决的 大家想想一件事 阿爷不出手 你立法会今天还在打架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只要把香港的问题 如实上报 真的去争取 这个问题 就不是特首去解决 是阿爷去解决的 政治问题 你特首都解决不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不是你香港可以解决的 不是你特首可以解决的问题 但最重要 特首要解决 而解决到的问题 就是帮助弱势社群 改善贫富不均 我觉得这个就是特首最重要的任务 改善住屋 改善垄断问题 很多小市民 坦白说 真的打到气都没得休息 给他们 大家看看 出来工作的年轻人 万多元个月 二十多岁大学毕业 他可以万多元 万到三十多岁大学毕业 都是万多元的 那些房子越来越贵 父母已经没什么钱了 已经干了糖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不买房子 不买房子就可以了 但是问题 不买房子解决不了问题吗 解决不了问题 因为为什么 你家屋会旧的 对不对 你始终 你要结婚 你年纪大了 你都要有自己的物业 不然你住在父母 父母住到现在的房子已经四十年了 那你再住到自己五十岁 是不是住一间房子六十年呢 是不可能的 那你一家有三兄弟姐妹结婚的 那全部住在一间房子里面 不可能的 那就越住越贵 租物越来越贵 是不是 那就申请公屋 公屋不够 就是这么简单 改善住屋问题 改善垄断问题 这些已经不是帮助年轻人去发达 发达 他不用想的 现在年轻人是没有想发达的 怎么想 你发什么达 对不对 你连 坦白说 你还在申请公屋 你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买房子买不到发什么达 发梦就有 是吧 改善垄断问题 领会那些就是垄断 是吧 大家去所有的商场 包括领会期间屋 智库 宏库 朗豪坊 花旗银行大厦 看看里面那些是什么商场 那些是什么公司 什么店铺 来来去都是那些 是吧 这些不是垄断 什么是垄断 这些是不是要解决 对不对 任他加价 刚刚大家去大发梦 越吃越贵 普通的茶餐厅根本生存不到 全部都是集团制 没得做的 通胀就年年加 人工又没有年年加 这个才是特首最重要 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不是去搞什么香港撕裂的问题 香港撕裂的问题 你只要反映给阿爷听 阿爷自然会搞的 难道港独阿爷也不搞吗 对不对 这些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 贫富不均 住屋垄断问题 这些是要特首去搞 阿爷怎么帮你搞 对不对 这些是你地方里面的问题 我直至今天 都没有见过一个特首的候选人 出来说这件事 第三 增强香港的竞争力 香港一定要发展 和外国沟通 和祖国接拐 这些才是特首应该做的 但正常是财政司做的 财政司是谁 就是他现在 他有没有做到 对不对 现在的零十月这么差 有没有和阿爷去接触 我想多些城市放行来香港 有没有 没有 香港 如何和外国多做生意 没有 那些户港通 深港通 是谁搞的 阿爷和李小家搞的 他有搞的吗 对不对 什么都没有搞 这些是你财政司要做的 你财政司 在这些地方都不做 做特首你怎么会做 对不对 第四 我觉得这件事 是不会有人搞的 我觉得要国库民安 教育为先 简单说一句 现在的撕裂问题 和西方教育 有很大的关系 不只是香港 中国也是 你看一下那些 很多现在的年轻人说的 真是笑话 他们 人家罵梁正英不好 梁正英不好 人家罵共产党 真是共产党不好 坦白说 梁正英有不好的地方 共产党有不好的地方 但是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他们只是一个录音机 播出来 麻烦你自己了解一下 看看历史 去中国自己了解一下 看看以前的事情 看看现在的事情 你去经历了 你才说 不要做一个人欲 播音机 别人说他不好你就不好 自己不知道 他可能觉得 现在 在中国来说 仍然只有300元人民币一个月 这样都有 有些 是吧 我觉得 教育是很重要的 但我不觉得有任何一届的特首会教 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是教育 如果我们要讲教育 要讲很长的 不止香港有这个问题 中国都有 把所有西方的东西搬进来 就搞成这样的 就是现在那些 就是以往的 我再说几句 以往 最强劲就是美国 这个世界上 对不对 为了解决这个 上一代的 老年问题 政府包了底 就是由政府 简单说 做些养老金 让他们退休 让他们过世 但是问题 过了这么多年 美国现在负债了 如果仍然 好像美国 英国一样 如果他们维持 那么强劲的退休金的话 国家就破产了 越印银子就越坏 是吧 那形成了一种什么风气 就是 不用养 养你干什么 年轻人也不用养父母 不用负责 要政府养 对不对 现在发展到不是不用养 还想 爸爸妈妈 你有这个安老案件 香港 安老案件 那层楼搞定 那样东西 还要问爸爸妈妈 这些教育是否要改呢 你是不是应该出来做事 去孝敬爸爸妈妈呢 现在我认识的人 大部分一样东西都是 对不对 不用做 不用做也有两层楼握手 对不对 喂 爸爸一层 阿爷一层 如果他女方的 即是现在一孩政策 女方的爸爸妈妈一层 阿爷一层 怎样都好 我当两个爷爷都没有 都有两层楼 想不去做呢 这个就是现在的社会 对不对 我还听到很多在中国那些 大学生 他将那些 没穿过那些衣服 速递回家 把家里洗完之后 再速递回给他 这样也可以 我觉得一样东西 教育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不觉得 未来这几届的特首会组 这件事情 我们有时间再谈 太大了 我们每天听到 特别是黄毓民 梁匪振英 每天都说 其实我想问一件事 大家觉得梁振英的问题大 还是陈水扁 或者朴槿惠的问题大 是不是 陈水扁有没有问题 有 陈水扁有很大的问题 是不是 UGL事件 对不对 他女儿的事件 潜见事件 很多 但是问题就是说 一件就还一件 大家要明白 政党日日骂 又是他的政治目的 不要尽讯 你尽讯他的目的 你尽讯这件事 有很多时候你会变成盲目的 你应该自己分析一下 我是很自私的 我就觉得 我不管梁振英做了什么 我看他做的事情 对我们的百姓有没有好处 我是很自私的 我告诉你 是不是 我看到那些日日骂梁振英的人 他没有做过任何事情 对香港是有益的 我们下面说一下 《深水保平光》 梁振英这么大问题 公民争处就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 怎会没有问题 香港那么多事情搞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什么都不斗就没有问题 对不对 就像曾蔭权那样 李选曾俊华和曾蔭权有什么分别 一样的事情 对不对 很简单 如果人大不释法 行政长官又不出手 大家估计今天立法会会会怎么样 就天天搞港独 对不对 我个人都可以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不签份确认输都可以 算到立法会了 我也是来 对不对 我来都港独 我开会都算港独 我都说了一轮 你吹一下你可以做什么 对不对 现在人大死了法之后 你就看到人乖乖的 因为怕他议席 对不对 黄毓民那些说 喂 扔背不应该报警 对不对 实际上是报警干预 实际上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大家想想想 每个人扔杯还可以 每个人扔招还可以 大家想想 每个人像梁国雄那样搶文件 那需要开会 逗抢文件就可以了 对不对 他们想一样 越来越好 对不对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 有些事情 梁振英是有问题 陈水扁也有问题 朴槿惠以为他没有问题 原来他是最大的问题 他比梁振英更狼 每一个领袖 都有问题 不过 我们希望 他有他自己好处的同事 都为市民做些事情 就是这么简单 我刚才说到深水埗明哥 我觉得深水埗明哥 这么多年 坦白说他很艰苦经营 他没有什么说话 真干真的做事 派饭盒 帮一些独居老人 帮一些 根本连饭都吃不起的人 坦白说他 胜过大部分的司长 政党和议员 因为他真干真的做事 一个人都没有帮过 拿高薪候职 政党 我要真普选 那真普选又如何 你想让市民安居乐业 他饭都没有吃饭 说什么言论自由 他都没有饭吃 他还住劏房 劏房也没有 有些人都没有 有些人都是劏国仔 大家有看 劏国仔的心水埗 不是劏房 也不是劏房 这些事 根本没有为市民做过任何一件 任何的事 抢眼球 为了议席 为钱 就是这么简单 心水埗鸿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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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鸿�� 任何地产界都攻击你,对不对 黄州你又攻击你,又要填海性,我就攻击你,因为你影响他 对不对,就是这么简单 李先生不想你建这么多房子,一句就打完了 你继续建的,他就唱黑你,对不对 很简单,你对付曾荫权,对不对 曾荫权那些马仔,旧步当然是抢衰你 你找人人大释法,那些律师界,政党当然是抢衰你 但是大家看到结果,是好还是不好,大家看到的 如果今天人大不释法的话,立法会还乱过以前 要不要开会呢? 每个人都会抢衰你,对不对 梁振英有不好的地方 但是问题是,有些事情他有做 当然我们也希望他是一个盛人 我希望找一个有做梁振英有做的事情 但是没有犯他错误的人 那我们就看看,未来的其他候选人 又会是怎样 如果有最新消息的话,就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OK,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